這樣可以早期發現小於1公分以下的肺癌 然後進而早期治療才可以避免之後的遺憾 那你剛才有提到說 在1公分的存活率多少 目前因為肺癌裡頭 我們發現說2公分以下的 如果是肺癌到一般平均它的5年存活率 其實只有15%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早期發現 在2公分以下發現把它切除的話 比例可以高達80% 那如果可以盡量小一點 在1公分以下發現的話 存活率可以高達95% 所以要早期發現才能夠早期治癒 那這個跟一般傳統X光的檢查量之間的比較 一般X光電腦目前統計上只發現說 它平均只能發現的肺癌大概就只有3公分左右 但是地氣量的電腦斷層 可以看到小於0.5公分以下的一些肺癌總塊 所以地氣量電腦斷層在偵測 少期的肺癌小型的肺癌 它那個效果實際上遠比 所謂的胸部X光電腦還來得很多 好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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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v 謝謝 喝 謝謝 謝謝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建议做一期两天的断车 那这个也是在去年底的时候 有一个很聚公信力 我们在我们家一个预防医学的领域来说是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从预防医学到治疗到安宁医学的角度 我们常说人一辈子花在健康上的情绪 你如果发生病再治疗 因为疾病都会从健康的治疗到治疗 你如果发生病在治疗 你从这叫做治疗之后 你如果说丹头病都处理掉 不要处理的时候再治疗 这叫做安宁医学 没有人想要在后面做安宁医学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 大家都还在健康 没有症状 但是你知道你有危险性的时候 先去治疗 这叫做预防医学 同样的钱是要放在安宁医学 是要放在预防医学 我相信各位记者朋友 各位民主都有他们的智慧 他知道他应该把钱花了 他最后跟各位分享 其实接门者也是救的他们要费用 帮助各位接应其实200-300块不贵 DDL-DL断层6000多块 事实上是要钱不错 没错 但是我们如果可以 因为这样的老健康的程序 事实上是无价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我们希望各位接纳 那再怎么样 一定如果你有肺癌的危险性 一定要早期去接受 这样子DDL-DL断层的追踪 才能够早期发现病人 进而早期治疗 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